好 最后一个单字叫Utensile Utensile 来各位把UT抓出来 UT是use的字根就是使用 好 再来什么是Ten 来帮我把Ten抓出来 Ten这个字Ten Ten这个字Ten Tend Tent 这些字根都有拉的意思叫做stretch 拉伸延展拉伸叫stretch 好 再来so SIO SIL so SIL这个字是一个名词字尾 好 所以三个字合在一起 就是一个可以让你拉伸 就可以让你拉出来使用的名词的东西 可以让你拉伸的名词器具 就叫做家庭用具 Utensile 叫做用具 好 来 它可以等于appliance appliance 还有wear wear 器具 它可以当appliance 这个appliance 这个字等下就会看到 appliance 叫做应用 运用 可以让你运用的名词东西 也是家庭用具 例句是 the store on 6th avenue is having a sale on kitchen utensils kitchenware cookware 好 这个呢 the store 这间商店 他on the 6th avenue 他在第六大道 Avenue是大道的意思 第六大道上的那间店 叫做the store on 6th avenue the store on 6th avenue 在第六大道上那间店啊 他正在干嘛 正在is having 正在having 正在举办着一个sale 特卖会 have a sale have a sale 就是有一个特卖 在哪方面的特卖呢 他们专门 这次特卖是on 在哪方面on the kitchen utensils 专门在促销 kitchen厨房上面的utensils 可以让你拉伸使用的器具 厨房用具 那厨房用具 各位可以用kitchen utensils 你还可以换成刚学过的kitchenware 这个字也是器具 厨房器具 也可以直接用cookware 这个cook是厨具 cook是煮饭的 烹饭的ware 烹饭的器具 好所以厨房的用具 可以用这三种来做替代哦 好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章节 我们介绍第18个单元 那我们今天呢 17这个单元呢 就介绍到这里啰 好吗